資安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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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資安小教室 大家有帳號被盜過嗎? 現在很多帳號都連結了不同的服務 帳號被盜用之後可能造成的損失 原比你想像更大喔 曾經有人的Gmail帳號被盜用 過了幾個月卻收到法院的傳票說他涉嫌詐欺 原來駭客用Gmail帳號在開賣網站上進行詐騙 受害者的帳號被盜還得打關係 真的衰到不行 另外如果對方盜取你的Apple帳號 就可以用你的信用卡記錄 在App Store上面倒刷你的信用卡 因此帳號被盜時一定要趕快處理 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 現在許多帳號都有設定防盜功能 例如Apple帳號跟Google帳號 一旦使用新裝置登錄帳號 就會寄信給你的備用信箱 如果你發現你的帳號被盜了 一定要記得快點使用密碼還原 密碼還原是什麼呢? 密碼還原的概念就是身份驗證 也就是確定你是本人 通常有幾種常見的方式 第一種最常見的 就是回答安全提示問題來變更密碼 但是安全提示問題的答案 在設定的時候如果設定的太簡單 就會很容易被別人猜出來 可是如果答案設定的太複雜 如果連你自己都記不得 那就無法作回密碼囉 因此現在大部分的網路服務 都會搭配第二種密碼還原方式 就是使用其他通訊工具 例如備用的email或是手機 來進行密碼還原 如果有跟帳號綁定 在忘記密碼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這些通訊工具 來驗證你的身份 要記得平常一定要確定 綁定的救援管道 是安全而且可以使用的喔 有時候我們在註冊帳號時 綁定的手機號碼 或許後來已經沒有再繼續使用了 如果這樣你忘記密碼的話 就無法利用手機來進行密碼還原了 以Apple帳號來舉例 如果你的Apple ID有開啟雙重認證 你可以從其他裝置來重置密碼 例如從iPhone、iPad上面 進到設定的頁面 點選你的名字 再點密碼與安全性 再點更改密碼 然後按照螢幕上的步驟來更新你的密碼 或是從Mac點選左上角的蘋果圖示 點選系統編號設定 然後按一下iCloud 選擇帳號詳細資料 按一下安全性 選擇重置密碼 另外還有一些帳號 要求你提供個人隱私資料來驗證你的身份 例如你的證件號碼、證件銀本、信用卡密碼等等 例如你忘記的如果是網路銀行的密碼 那有些銀行就會要求你輸入身份證字號 或是護照號碼來重置你的密碼 中國版的支付寶 甚至要求刷臉 用你的照片來3D建模 總之在這裡還是提醒大家 平常必須謹慎的保護自己的隱私資料 避免遭到盜用喔 除了帳號被盜時 要快點進行密碼還原拿回帳號以外 平常我們就要保護好我們自己的帳號密碼 之前就有一個案例是 刑事局破獲了一個網路銀行的盜領集團 這個集團破解了民眾的電子信箱 取得你的個資和電子帳單後 假冒被害人變更網路銀行的網路密碼 跟你的聯絡手機 進一步又取得了你的簡訊密碼 再由車手盜領了民眾的存款 得手將近250萬元 警方當時就特別在記者會上提醒民眾 設定密碼 不要設定太簡單好猜的 而且一定要定期更換 以免被犯罪集團入侵喔 那我們的密碼到底要怎麼設才安全呢? 其實密碼的強度跟它的長度呈正相關 因此長但好記憶的密碼比短的亂碼還要安全 例如右邊的這個密碼 就比左邊的這個密碼還要安全喔 很多人因為害怕自己忘記密碼 所以不同的帳號都使用同一組密碼 其實這是非常不安全的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瀏覽器或是作業系統 都有幫你記憶密碼的功能 因此你不用因為怕忘記 就把他們全部設定成同一組密碼 或是你也可以使用密碼管理軟體 LesterPass、KeyPass來管理多組密碼 同時他們也提供了隨機產生的高長度密碼 你也可以使用遠端登出的功能 法可疑或是已經不再使用的連線登出 例如在Facebook安全性設定的選項裡 你可以檢查Facebook被記憶在哪些電腦或行動裝置上 並在不需要記憶的裝置上選擇登出 這樣就不怕你Facebook的內容被有心人偷虧了 登入Facebook後開啟設定選單 並找到帳號設定 於展開的列表內找到想要登出的裝置 並在後方按下退出即可 如果是使用手機APP 在設定選單內 點選安全性的選項 檢視這些登入的裝置是否都安全 如果想要登出只要按下即可 另外你也可以到以下的這個網站 或者是這個網站 輸入你的email 檢查看看自己的帳號跟密碼 是不是有在資料外洩的事件裡曝露 如果不信你的帳號有資料外洩的話 記得一定要去更改你的密碼 以免對方可以透過你的email 去登入更多其他綁定的系統 造成更大的傷害 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最常使用的email帳號 用來綁定你大部分的線上服務 或是作為其他帳號的備用信箱 那麼這個主帳號 就一定要特別小心的保護它 這邊建議大家開啟雙因素認證 可以防止未經授權的存取使用者的帳號 什麼叫做雙因素認證呢? 雙因素認證也被稱為雙重驗證 也就是需要兩種以上的認證方式 才能夠存取你的線上帳戶 這兩種因素通常包含你知道的是 例如你的密碼 還有你擁有的東西 例如在你的手機上產生一個代碼 透過在驗證的過程中要求了多個因素 就可以降低你帳號被入侵的風險 因為密碼被竊跟手機被竊 同時發生的機率比較低 所以這樣的認證相對起來比較安全 那雙重認證要怎麼開啟呢? 每個服務開啟雙重認證的操作都不太一樣 但現在大部分的服務都有支援雙重驗證 以Google帳號來說 首先進入Google帳號安全性設定的網站 看到兩步驟驗證的欄位 後面的狀態如果是關閉 就代表你還沒有開啟這項功能 那請你點選兩步驟認證 按下開始使用 在開始前你可能會遇到 要你再次輸入Google帳號密碼的提示訊息 然後把你的手機填入下面的電話號碼欄位 下面可以選擇要用何種方式來收取驗證碼 如果沒有特殊需求 直接選文字訊息就可以囉 輸入完號碼後 Google會馬上寄一封簡訊到你的手機裡 那請把你收到的驗證好填入 如果沒有輸入錯誤 按下驗證後就可以通過確認了 你知道嗎? Facebook也可以開啟雙重驗證喔 點擊Facebook右上角的箭頭 然後點擊設定 帳號安全與登錄 下下捲動到使用雙重驗證 然後點擊編輯 選擇你想要新增的驗證方式 然後按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 選擇並開啟所需要的驗證方式 你可以從手機取得簡訊驗證碼 或是從第三方驗證應用程式取得登錄碼 系統會在開啟雙重驗證之後 要求你儲存電腦或行動裝置 這樣你之後登錄就不需要再輸入安全驗證碼 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人都可以使用的公共電腦 例如圖書館裡面的電腦 那就請你記得不要點擊儲存這個遊覽器 另外 Apple ID也可以開啟雙重驗證 你可以使用iPhone或iPad進入設定的頁面 點選你的姓名、密碼與安全性 開啟雙重認證 你可以選擇透過簡訊 或是自動語音通話的功能 來接收你的驗證碼 就可以驗證你的電話 並且開啟雙重認證的功能 另外 在Mac上面也可以開啟雙重認證 請你點選左上角的蘋果符號 再點選系統編號設定 進入iCloud的頁面 點選帳號詳細資訊 按一下安全性 按一下開啟雙重認證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到Apple ID的帳號頁面 管理你信任的電話號碼 還有信任的裝置跟其他的帳號資訊 記得平常一定要保護你的帳號跟密碼 另外最重要的 也要請你注意手機、電腦的裝置密碼 用多重驗證的方式 並且定期的更換密碼 一旦發現你的帳號被盜 也要記得趕快報警留下報案紀錄 以免更大的損失哦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可以到以下這個網站 看更多其他平台 該如何開啟雙因素認證的說明哦 感謝你收看日安小教室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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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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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